蘇貞昌說 有吃魚的都不能去批評前鎮漁港 那難道有聽音樂的不能批評北流嗎 有看過劇的是不是都不能批評北藝 有吃過菜的不能批評北農 有看過棒球的不能批評新竹棒球場 去過健身中心的人不能批評桃園體育館嗎 這什麼爛邏輯啊 前鎮的漁港沒有人說不能做建設 民進黨哥布林塔律班不需要去挑撥大家的感情 我們是在問 為什麼很多人的建設都需要一起一起的慢慢往上增加 就你高雄最屌可以拿到預算一次到位 當時韓國瑜苦心的跟大家爭取 從3000萬到10億花了多久的時間 蘇貞昌還嗆他說什麼酒後亂說話 我們中央的蘇貞昌是用這種態度 在對待當時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然後結果呢 你把韓國瑜罷免掉 陳其邁補選成功之後的第二天 蘇貞昌說我要去前鎮渝港看一看 前鎮渝港看一看 看了以後馬上說好 我要讓你一次到位 直接加碼40億下去 後面再加碼30億變81億 我就請問一下這樣子的預算分配有合理嗎 所以今天那個陳其邁在靠北啊 就講說什麼 第一個他說建設不分藍綠 我知道建設不分藍綠我同意啊 可是中央執政現在建設就是分藍綠嗎 你是綠的給你比較多嘛 台中市是藍的給他比較少嘛 遲遲不合定嘛 現在還怪說是你自己不爭取嘛 蘇貞昌說 有吃魚的都不能去批評前鎮渝港 那難道有聽音樂的不能批評北流嗎 那你明鏡島前一陣子每天在講北流 這邊不對那邊不對的是怎樣 有看過去的是不是都不能批評北藝 不可能嘛 做的不好的地方哪裡有問題就可以講啊 然後有吃過菜的不能批評北農 不可能嘛 有看過棒球的不能批評新竹棒球場 去過健身中心的人不能批評桃園體育館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情緒勒索式的發言 就只有哥布林最喜歡天天講 高雄市是不容質疑的嗎 中央政府發給高雄的預算是沒有人可以質疑 只要你會吃魚你就不能質疑嗎 這是什麼爛邏輯啊 請 Ratatata 感谢观看